风险是什么?这是我遇到的最常见的,人们问的最频繁的问题之一 看完今天这条影片,你就会知道为什么风险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人脑的一个错觉 为什么这是我们人类长期以来,其实在历史上可能会有用的东西 但是到现在呢,它是遗留下来的,我们应该克服的一种思维的误区 我叫黄永明,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我是一名全职的房地产投资者 七年前,我只身一人来到美国,开始我的北美决心之旅 我是从房地产开始做起的,这些年来呢,我也跟很多人去分享和传授 我在美国做房地产投资的经验,成功的那些方法和技巧 有的时候我会收到一种说法,或者是收到一种反馈 是说好像感觉你谈风险谈的不够多 你看在你的频道里面,大部分是那些成功的例子 那些光鲜的例子 不像是其他的有些YouTuber啊,或者是博主啊 他们经常会发一些亏钱的事情,踩坑的事情 或者是讲一些风险方面的事情 确实那些内容他们的点击量会很高 一会我会来讲这是为什么 其实如果你去看我所讲的那些东西的话 我讲的是系统性的方法 我们正是要通过这些系统性的方法去降低风险 而不是靠碰运气或者是支离破碎的一些知识 完全是靠看,这个人他吃了个什么亏 那个人他踩了个什么坑 或者是再有一个人他怎么亏钱了 然后我支离破碎的去理解这个事情 然后想要把他们所遇到的这些问题都给避免掉 其实我们去处理风险不是这么处理的 我们呢是需要一套让你能够有大概率成功的一套方法 那你沿着这个方法的路径去做的话 它自然而然就避免了大部分的风险 不是靠那种左听一耳朵右听一耳朵 然后最后呢也许你就把自己给吓住了 实际上你什么都没有干 你只是去听了这些恐怖故事 然后你什么都不愿意干了 因为你发现这个事情也有那么多的风险 那个事情也有那么多的风险 最后你什么都没有做 最后呢你完全就没有成功的机会 记录这样一句话 乐观者会成为富人 而悲观者显得聪明 你看我们生活当中是不是这样子的 总有一些人呢 一遇到什么事 特别爱去所谓的理性分析 客观的去分析 然后好得出来一个 四平八稳的一个结果 或者是讲了很多风险的因素 最后呢 结论就是这事呢 可能我们不能够去做 然后但是与此同时 你会发现那些真正的成功的人 真正成为富人的人 都是那些对风险耐受程度比较高 愿意承担风险的人 最后呢他们才成功 而且他们都是乐观的人 所以你要问我风险是什么的话 对于投资者来讲 对于企业家来讲 风险就像是空气 我们不需要一天想着说 哎呦我现在这一天 我要呼吸多少次 这个空气在哪 我要怎么呼吸这些空气 我们不需要去想 它是很自然的一个事情 它就是伴随我们的事情 所以我们要对这样的一个伴随的事物呢 能够适应它 能够比较舒服的 在这样的一个包围当中去生活 我会用我的策略去减少风险 不是说我不重视风险 而是我不会过多的去担忧它 实际上呢 我们人脑由于进化上面的原因 存在这样的一个偏差 就是负面偏差 什么叫负面偏差呢 我相信你生活当中 会遇到很多类似这样的事情 比方说我们去买一台电视机 好我在网上去看Best Buy 或者是亚马逊 或者是什么地方 然后我去看这个电视机的评价 就其他买家的评价 即便它有500条好评 你永远会看到三条五条一星的差评 然后讲怎么买回来 看了一个小时就坏了 看了三天就坏了 你永远会看到这些差评 即便有另外有500800条好评 但是我问你 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你印象最深的就是那几条差评 然后你就会对这个电视机的质量格外的担心 甚至你会因为这几条差评 然后决定 我不要去买这个电视机 我再去看另外一个型号 如果我们出去玩 我们住酒店 住Airbnb 你也会发现它有150条好评 但是呢有那么三条五条的差评 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你印象最深 你关注最多 你的精神消耗最多 或者是人的认知资源 这个是在心理学上的一个概念 就是你认知资源花费最多的是去理解那些差评 你不是去理解那些好评 你是去关注那些差评 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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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力你的注意力是放在少数的那些差评上 这就是所谓的负面偏差 就人们会很自然的本能的特别特别的关注那些负面的信息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 你看如果我们在YouTube上面发一条视频 说谁谁投资房地产亏钱了 好 我跟你讲这个视频的播放量是比我去发一个积极的结果 发一个成功的结果的播放量的一百倍 因为什么 因为人天然的本能的就会关注那样的事情 这也是传播学的规律 这是新闻的规律 你看为什么新闻它只讲坏事不讲好事 因为人们会关注坏事哪打仗了哪有枪击了哪有车祸了哪有一个地震有一个天灾了 如果说非常太平大家都在海滩度假游玩 然后特别祥和这样的事情它形成不了新闻 你必须去看那个鸡飞狗跳的 然后什么枪击啊打仗啊这种事情 才会引起人的注意力 于是呢人就会形成一个认知的偏差 这个认知偏差就是哎呦我们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糟糕了 我们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不安全 越来越乱了 人们会一直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你你总会觉得 好像十年前的世界是更好的 二十年前的世界是更好的 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变得是越来越糟糕 越来越混乱的 其实如果你去网上去看的话 每隔一些年就会有人说 现在为什么地震发生的这么频繁了 其实呢如果真正的你去看数据上面的统计 你会发现地震并没有真的变得更频繁 只是呢近期的事情 比较晚近发生的这些事情 在人们的印象当中是比较深刻的 所以呢人们就会倾向于认为说 地震发生的更频繁了 再加上现在互联网非常发达 媒介非常的发达 所以人们更容易去看到那些负面的消息 负面的新闻 更加深了人们的印象 或者换句话说 更加大了负面偏差 就是你所认为的那些糟糕的事情 或者是你所认为的风险 往往是放大了的 因为什么 因为你会关注这些事 然后在你的眼里哪儿哪儿都是这样的事情 那些没有发生的 非常顺利的 成功的事情 不会引起人的关注 不会形成新闻 比方说 如果一个人他住Airbnb 然后他整个体验都很好 他可能就不会去专门花时间 写一条评价 让你知道 但是呢如果他住这个Airbnb 遇到了什么问题 他体验不好 那他更大的可能性 他会去给一条差评 于是呢 你所看到的所有那些评论 本身就已经存在偏差了 就是里面那个差评的比例是偏高的 那在这个基础上呢 你又更加的关注这些差评 于是呢 你就得出来了一个有偏差的结论 就是这一家店存在的问题是比较大的 可能我不能够去住 同样的道理 在投资这个方面 房地产也好 或者是加密货币也好 或者是股市也好 就是不管什么方向的投资 你特别容易去关注到那些恐怖故事 然后不管什么公司 然后你只要去网上搜一搜 你都能够搜到他的差评 你都能够搜到他的负面的信息 然后在你看来哪儿哪儿都有问题 但是别忘了刚才我所说的那个原理 就是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只有当人们不满的时候 他才会到网上去发这些帖子 去发这些信息 而作为你 你作为一个接收者 这些信息的接收和处理者 我们人脑本身呢 又更容易去过多的关注 这些负面信息 所以在你看来哪儿哪儿都有问题 哪儿哪儿都有风险 那我们为了保持清醒 其实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们应该让自己更加的积极和乐观 积极和乐观不是给自己打鸡血 积极和乐观是让自己保持清醒 是让自己保持所谓的客观 我之前呢曾经跟一位医生朋友有过一段争论 他说那我去讲这些风险 就是投资当中的风险 或者是失败的这些例子 那这些也是客观事实啊 你不能够否定存在这些事情 我说如果你要讲客观事实的话 那我也跟你讲一个客观事实 那这个客观事实 就是积极者更容易成功 所以对于你来讲 你的选择就是 你想要成为那个成功者 还是想要成为那个看起来的聪明人 这两个选项 你来做投资 你的目标 或者你来做生意 你的目标是什么 你是想要成为那个成功者的 你不是想要成为那个所谓客观理性的人的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所谓的真理 那真理的对面 我告诉你 站着另外一个真理 当你认为这些所谓的亏损啊 失败的例子 是所谓的客观事实 需要讲出来 那与此同时 你需要知道那些积极的人 才是清醒者 清醒者才更容易成功 而不是那些 那些非常悲观的人 悲观的人只是显得好像很理性 很聪明的样子 这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应对负面偏差 这个负面偏差是怎么来的 这是人类进化遗留下来的 你想一想在人类的绝大部分的历史上 现在我们这个社会 这个状态可能才有几十年上百年 就比较安全的生存的环境 那人类存在几百万年的历史上 绝大部分时候 食不果腹 你可能还要去担心野兽攻击的问题 担心各种有毒的蚊虫啦 有毒的食物啦 所以那个时候确实是什么人对于风险最敏感 他生存下来的几率是最大的 因为对风险不敏感的人可能早就死于这些风险了 所以呢 你想这就是一个自然选择的过程 经过自然选择 最后留下来的都是那些会担心风险 非常敏感的人 这有点像是什么 有点像是我们由于在人类历史上大部分时候是食不果腹的 就以前你想人们吃饱肚子都很难 这不是说几百年前或者是上千年前 这可能一百年前都仍然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人们食不果腹只有到最近几十年 人们吃得非常好 营养非常丰富 这个时候他其实带来的问题是什么 你看为什么有很多的富贵病 什么三高啦 这些问题 就是因为人体其实呢 在过去几十万上百万年的历史当中 已经形成了 它能够去应对食物匮乏的环境 应对营养不是那么丰富的一个饮食 但是呢 由于在近几十年来 人们突然吃得特别好 然后营养特别丰富 营养过剩 于是人体其实是没法去处理这些情况的 没法去处理这些高热量 这些营养的 于是呢 人就生病了 人就出问题了 所以当你知道这个的时候 你就会怎么做啊 你就会有意的去控制自己的饮食 你知道我不能吃得太饱 我不能暴饮暴食 我不能吃得太好了 吃得太好了 其实对你来讲不是一件好事 并不是一个什么特别好事 也许你觉得那个很享受 但是对你身体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 对你身体来讲不是一件好事 那如果说这个事情是这样的话 你去理解我们人脑对于风险的偏差 也就很容易理解的 因为这是同类的事情 如果说历史上 人们是对风险敏感的 那是有整个环境的基础的 就像我说 人的身体是能够去应对食不果腹的状态 那是有那个环境基础的 但是呢 现在的社会 已经没有那么大的风险了 所以呢 当你还用过去的那一套方式去看我们的环境 去应对我们的环境的时候 那一定是存在一种偏差的 跟事实是存在一种偏差的 跟现实是存在一种偏差的 在我的课程当中 我教的方法更多的是用系统性的做法去降低风险 而不是看一个这个案例 看一个那个失败的案例 然后想要总结出来 我怎么去避免所有这些 就是我希望说你不要把那个出发点是由风险来出发的 因为人们很自然的已经太多的会关注于 这些风险因素 关注于这些负面的信息 这些恰恰是阻碍我们成功的因素 因为我们过多的把精神放在这些上面了 那第二呢 我之所以好像看起来讲风险比较少 其实也不少 因为我讲的都是怎么样用正确的方法来降低风险 从一开始就帮你去避免风险 那我之所以好像看起来讲的少 也是为了帮助我自己 还要帮助你保持清醒 如果说我们每天都陷在所谓的这些负面的信息当中 我们其实不是一种清醒的状态 因为那是一种假象 我们的世界没有那么糟糕 我们的世界没有那么危险 我们的投资没有那么大的风险 当你所有的精神放在那个上面 你获得的是一个假象 我不像是其他的那些youtuber或者是博主 每天把风险亏损挂在嘴边 这些东西确实是非常吸引眼球 很多的流量 原因刚才我已经解释了 但是呢 流量或者是吸引眼球 吸引注意力 这个不是目的 目的对于我来讲是什么 目的是让我们离成功更近 所以对我来讲更核心的更本质的问题是 我们需要怎么做 然后我们能够离成功更近 我们太多的去容易注意到风险的因素 比方说什么地方发生了枪击案 但是呢 我们同时忽略掉的是枪支保护过多少人的生命 我们太多的会关注 比方说飞机出了什么事 但是呢 我们同时会忽视掉的飞机仍然是最安全的交通工具 我们会关注到新闻当中说 电梯出了一次什么事故 但是同时我们会忽略掉 它有一万次 它有十万次安全的运行 我们会关注到某个人 也许是你身边的朋友 也许是网上看到的某个例子 做房地产怎么亏钱了 但是我们同时会忽略掉 房地产为多少人成功的创造了财富 人有这样的一种认知偏差 投资和生意当中 如果有50个成功的例子和一个失败的例子 那你会更容易记住哪个例子 你会更容易记住那个失败的例子 另外50个就一笔抹杀了 但是如果你想要获得成功的话 你确实需要有意识的去克服这种认知偏差 这种偏差是客观存在的 就像刚才我所说的富贵病一样 我们自然的本能的会往这个方向走 那我们需要有意识的去纠偏 让自己更积极的去看问题 看到那些积极的信号 看到那些积极的信息 这样你是更容易成功的 乐观者才是清醒的 我们为什么要保持乐观 是因为我们要让自己保持清醒 清醒者更容易成功 而悲观者只是显得聪明